至于在暗流汹涌的柔佛 在国盟表明会继续和巫统共组州政府后 来自巫统的州大臣拿督哈斯尼也表态 柔佛巫统会继续支持中央政府 哈斯尼形容这项保证至关重要 因为能确保联邦推行的政策和计划 如期顺利落实 州政府也会支持到底 一切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先 针对柔佛反对党议员建立效仿宾州政府 在紧急状态期间 召开替代议会 哈斯尼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州政府还是会致力于 推行财政预算案列明的项目